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来孔子对色彩学是很有研究的 这种姿衣是古代诸侯上朝时的正式的服装 和居家的便服是不一样的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 姿衣指的是僧徒的衣服而言 不过僧徒的姿衣是紫而浅黑色的颜色 不是黑色的 姿黄指的是和尚与道士 因为和尚穿黑色的衣服 道士则戴黄色的道观 姿素是指和尚和一般人民而言 因为佛教传自印度 而印度一般人民是穿白色的素衣 另外资流 资门 资徒 则专指僧侣而言了 资臣就是臣乌 这是说奔走封尘 衣服都被染成乌黑了 如陆基为顾艳先赠富士 经络多封尘 素衣化为姿 这是说经络大都会的封尘烟土 把生活那儿的人们的白衣服 都染成乌黑了 所以古诗当中 多半都借着素衣来表示人格的真结 而以资来比喻小人的谗言 资邻是比喻操守天地 如论语的洋货篇 不约尖虎磨而不邻 不约白虎涅而不滋 这是说天下最坚硬的东西 是磨不薄的 天下最白的东西 是染布黑的 最后要说明的是 字字的右偏旁也念字 字的上面这个穿字 不要多写一横 因为多写一横 就成了骨血的栽字了 特别提供您做参考 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